据英文媒体CP24报道 警方10日下午在密西沙加市的一辆汽车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疑似前多伦多台湾商会会长辛明山 这辆汽车于周五下午 在Robertsbeck Parkway 靠近Horantaro Street的位置被找到 警方尚未证实该女子身份 但他们说这辆汽车看起来 与3月9日辛明山失踪案有关 该发现不会使公众安全受到威胁 59岁的辛明山早前被警方宣布失踪 呼吁公众协助寻找